平溪地区包括孝子山、慈母峰等等都成为登山客级游客喜欢来的登山步道 只是这半年来民众来到平溪登山迷路事件频传 因此区长也呼吁民众路山前一定要做好准备以及衡量自身的状况 以免汗事发生 平溪地区多山区也因此有许多登山步道相关指标随处可见 包括孝子山、慈母峰、五分山等等都成为登山客及游客喜欢来的登山步道 只是这半年来民众来到平溪登山 失踪事件频传也让锦销疲于奔命找人 就是有一些登山客 他没有准备没有充分的了解就贸然登山 结果在山上迷路下不来 平溪区区长表示平溪区多条登山步道都受到许多游客及登山客喜爱 因此每天都会有许多人入山挑战自我 不过有些人因为经验不足或是临时起义来入山 往往准备不足就受捆山中 贸然登山以后到了晚上找不到路下来 往往就是要我们的消防队还有议消 还有地方的一些人士上山去收救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我们想来平溪登山的这些游客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不要随随便便就到不熟悉的山上去登山 这样子非常的危险 区长表示进入山区看到云层浓密下降或天色昏暗的时候 宁可回头先下山以侧安全 而万一迷路时务必冷静 记清楚周围地形特征或可以辨识的方位 最忌讳乱闯 最应该保有体力辨明方向后退回原处 重新正确找路或等待救援 记得权威 平溪 采访报道